驾驶行駛在國道上 左側出現一輛白色轎車 仔細一看 好像怪怪的 白色轎車後保險桿斷裂 右側的前後輪疑似爆胎 整個車身向右傾斜 路面上不斷冒出白煙 車輛不斷飄移舌行 其他駕駛健壯紛紛閃開 都不想被波及 白色轎車爆胎的地點 在國道一號嘉義民雄和新港的出口 原以為白色轎車駕駛 看到交流道出口是個救贖 沒想到他還是硬著頭皮一路往前開 簡直是用生命在開車 嚇壞證明目擊駕駛 另外在桃園也有駕駛 不顧其他用路人安危 轎車引擎聲發出轟隆巨響 後方灰色轎車又切快車道 呼啸而過 轎車火速追上去 路口紅燈已經亮起 沒想到兩輛車都直闖路口 雙方尬掐較近好幾公里 在空蕩蕩的馬路上 駕駛家族馬力狂飆 灰色轎車還一度壓在雙黃線上 雙方駕駛尬掐的地方 在桃園浦頂路二段上 把馬路當競速場 簡直把其他用路人安危棄至一旁 警方將取地開罰 開車上路別逞一時之快 才能確保自身和他人的生命安全 記者候國文 劉志展李宗澤 嘉義桃園採訪報導 我是張貝姿 播報新聞讓我增廣見聞 家事 國事 天下事 事事關心 也帶你一起掌握 每日時事 日時俱進 所有最新消息 熱門話題 都在中視 當然更多新聞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 分享開啟小鈴鐺